哈喽 各位伙伴们 大家晚上好 现在看一下时间 今天是5月31号 是5月的最后一天了 现在是19点42分 然后我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我就要去加班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做电商的 做电商的话就是618 还有是双11 我都是要通宵加班的 好 那今天呢 我跟大家讲什么东西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我主要跟大家讲的是 是那个就是怎么样做虚拟淘宝店 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流程 这是一个整个的流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货源的 我分了几大点 货源的准备 就是说我需要准备什么货源 那我肯定是那个虚拟的货源 对吧 那就是需要百度网盘呀 这些东西 那可能不要百度网盘的话 你就有更好的方法去设置 好 货源的确定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是文件的如何加工 文件的加工 等会我跟大家讲 有什么重要性 然后第三就是数据的存储 我到底存储在哪合适 然后呢 第四个 我批量的上架宝贝 因为我跟大家不止一次的去讲过一个逻辑 就是常伟茨理论 常伟茨理论 就是你做的越细 东西产品越多 覆盖面越广 你的成交额可能就会越多 每一个产品 等会再讲这个东西吧 好 第三 第五个就是怎么样光联发货 这个的话我也跟大家等会去做演示啊 因为我这个这两天呢 呃 不是不是这两天应该是这七天我都在做什么事 先跟大家报个报个道 你看啊 这是我的网盘 我的网盘是超级VIP啊 淘宝产品 呃 淘宝产品呢 我这个淘宝产品 我用了七天的时间 已经给他准备了 这是八百计的东西了 你看啊 九万五千一百二十七个文件 然后五千六百二十七个文件夹 这里边打开 涵盖的东西非常多 喜马拉雅的 喜马拉雅的诗歌小说 情感经理 形象提升 这个都是音频的 然后的话 还有那个健康养生 健康养生 然后呢 亲子育儿 读书教育 商业财经 这些东西都非常的牛逼啊 这些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牛逼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就是说 一定要把这种东西呢 呃 去学 一定要去学 在我群里的伙伴们可以 每个月找我 去我淘宝店上拍三个到五个 三个 三个三个五个太多了 自己拍三个 然后的话 选三节自己喜欢的课 然后的话找我给你返现就行了 这个东西我就不中大家钱了 大家想学习 想学习的话 我一定给大家提供最好的环境 但是呢 学成什么样的 就要靠你自己了 我不可能让每个人 都学的层次是一样的 大家知道有好学生有坏学生的 一定要理解这个 关键就是你想不想学 你乐意不乐意去学 好吧 OK 这个是我的摆的网盘 然后 我们先说第一个 货源的确定 这个就是我的确定的货源 大概三个T吧 三个T 我的网盘是装不下 我的硬盘是装不下的 天天硬盘都是满的 然后删了删了弄 删了下下了删 然后我觉得这样不是个事 所以说就准备改一改 OK 我们来进行下一个 下一个话题 就是说文件如何加工 上节课我讲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怎么样 批量修改文件的缩掠图 批量修改文件的缩掠图 这个东西 不好意思 我全删了 这个东西我已经全删了 全删的话 大家就看我上节课了 好不好 看我上节课了 我已经全删了 就是说 你显示出来的话 都是我的我的宝贝 都显示的 领福利的微信号 就是罗伯特联盟5314 然后的话 你只要加我这个微信 加我这个微信之后呢 就会 这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就是说 被动引流 我做事呢 喜欢一个事 就是被动 什么事 能让我被动就让我被动 坚决不要让我主动的去引流 引流的要累死了 是吗 好 这个用的是MP3 tag 就是说修改文件的缩掠图 还有他的文件信息 那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说修改文件的名字 那修改文件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 修改文件的名字 比如说这个网盘 我昨天在那弄的是这个历史 我就随便下载个两个吧 下载 下载一个弄到我的 我的桌面上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啊 群晖 是不是 我已经买了群晖了 买了群晖 让大家瞅一瞅 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必须得搞群晖 你不搞群晖不行吗 好 就是说我卖的 我在这卖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东西 你看大家一下子下来 缩掠图是啥 领福利微信号 Roberto055314 是不是会员每月就可以领福利 这个是不是达到被动引流的一个方式 是的 那然后同样 同样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说你看啊 他的文件名称 就是领福利微信 Roberto055314 那这个东西呢 就比较牛逼了 你这个东西的话 也是一个被动引流的一个方式 这个Roberto055314 对吧 所以说大家不是做不到 就是说你压根没想到 那我现在教给大家 就是这样子是被动引流的一个方式 这个工具的使用的话 我下节课再讲吧 这节课我就不专门讲这个东西 我们用的是Advanced的Advanced的Rename 这个东西软件我也有 然后我回头分享给大家 好吧 好 这是一个文件的加工 跟扩原的确定 哇 外面打雷了 这两天我们这儿暴雨 暴雨天天打雷 天天下大雨 是比较吓人的 第三个 讲到一个重点东西啊 讲到一个重点东西 就是说因为我的文件太多了 文件太多了 学习面太广了 那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要把这个东西 肯定存不到我的电脑上 我要存到哪 存到有几个选择 一个是百度网盘 百度网盘呢 一年229的超级会员 我是买的超级会员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这个是超级会员 12月3号到期 12月31号到期 然后呢 但是呢 百度网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涉及到版权的东西 可能给你和谐了 他和谐的话就是个问题 然后蓝奏云 蓝奏云目前是 是国内的啊 也是可以吧 但是呢 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说你的文件不能大于100兆每个 那如果不能大于100兆每个的话 那你想想是什么概念 啊 我一个视频可能都去到了五六百兆 七八百兆或者一季 对吗 这不行的 然后卖个云呢 这个是国外的 卖个云是国外的 但是呢 他有也有个缺点 就是说他是美金结算的 你要买什么东西 就是美金 国内另外国内是看不到的 也是个问题 对不对 那还有其他云呢 就就很多了 我都觉得不太靠谱 最后呢 我还是选择的是 先把东西放在百度云 因为我要批量生产东西 生产东西 我就一定要先把东西做好 所以说我是放在百度云上的 好 那这一点的话 大家就去琢磨琢磨 然后具体的情况的话 就具体对待 那好 再下一个 我们讲到一个重中之重 就是说我有这些资料了 我是怎么上架宝贝呢 我讲讲我的做法 我的做法 我是用的是常伟词理论 常伟词 就是呢 每一个宝贝 它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我就让我的宝贝直接上架2000到3000个宝贝 上架2000到3000个宝贝呢 它每一个宝贝的标题都是不一样的 那然后呢 大家你想想每一个标题的可能都会有人检索的到都会有人搜的到 但是可能呢 每个标题就是搜的人比较少 但是呢 我2000个宝贝 我每一个宝贝平均引流一天是两个UV 那我每天就是4000个房客 我转化率 因为我东西卖的不贵 我转化率 我算我5%的转化率 好吗 算我5%的转化率 那我就是4000乘以5 等于200单 200单乘以我的客单价 可能是5块8 8块8 我准备设置5块8到8块8啊 我写上6块8吧 6块8的话 那我一天的营业额 就是1360块钱 然后1360块钱 我乘以 乘以30天 那我的一个月净收入 可能是达到4万 是吧 这个就是我要做这个店铺的一个初衷 我把这些数据算给大家呢 就是说你别跟我说什么 这个东西能不能赚钱呀 要不要做呀 什么东西扯淡的 我也就是这样跟你说 我做淘宝做了这么多年 一个月淘宝随便赚5万吧 然后呢 我自己做过两个 两个旗舰店 然后三个专卖店 然后还有一个专营店 就是天猫啊 包括自己的淘宝店也做过 我自己的淘宝店一个月也能卖个二三十万 然后呢 当时有一个月5万块钱赚了 差不多 所以说你要认为这个东西不赚钱的话 压根就可以跳过了 好不好 那我现在面临的就是说我要上架两三千个宝贝 那就是意味着两三千个不同的标题 两三千个不同的标题的话 然后我还要批量做一千个主图 对吗 那我又要批量做一千个主图 批量做一千个详情页 那这个东西怎么去解决 好 这个东西呢 我也告诉你 我也已经解决了 我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解决了 但是说我现在这个肯定一节课讲不了 一节课一定讲不了的 大家可以看啊 我这是用了 这是多少个多少个宝贝 这是39个宝贝 39个主图 我用了大概两分钟吧 用了两分钟生成了39个 那你想想 那你要是做这个东西 你能生成多少 你这个很容易的吧 两千个 我们就除于乘于50吗 一百分钟啊 一百分钟一千个 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你看啊 35 这个是股权激励 然后呢 股权激励 再来股权激励 对吗 这个就是一系列课程 然后我只是做一个测试啊 当然可以把MP3MP4可以给它去掉的 我这个只是为了做测试用的 所以说大家看看就行 我只是想表达意思是说这个问题我已经可以批量的做出做出来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关注我的频道点赞 然后的话订阅一下打开小铃铛 然后呢 后面我会一个个的把这些东西分享出 一个个的把这个东西分享出来 那批量一千个标题 这个事能做吗 有的同学有点问了 那我再告诉你 这个事照样可以做 而且不难 批量一千个标题 你想想 我要是做不出来一千个标题的话 我提取不出来这个字 我怎么怎么把它弄上去的呀 我一个个手打上去了 我不累死了 对不对 好 一千个标题 一千个主图 还有一千个详情页 一千个详情页也是能做的 我让大家看看我的那个什么 让大家看看我的这个东西 我的店铺 我的店铺我就做了一下测试 现在五颗赚了 就是卖了五千个东西 五千 不对 现在应该卖了八千个东西 快一皇冠了 然后呢 这是宝贝 查看所有宝贝 是吧 我已经是批量做出来了 而且已经测试成功了 上架成功 所以说这个事是可以做的 还有一个评价的这个 这个就是当时有个学员 他在说的 想打赏飞飞的 我说我哪有那个什么呀 最后搞的是淘宝 因为他是台湾的 台湾的弄不了的 这些图片也都是我批量做的 都是一模一样 也没什么难度的 那好 再下来呢 就说怎么关联发货 到这了 到这上架宝贝 上架宝贝 你得有标题 有主图 有详情页 然后呢 我再导到淘宝助手里面 然后我们再做的批量上架 然后批量上架之后 那我肯定是同一时间上架了 那我需要再做一件事 就用超级店长这个工具 然后我批量分配上下架时间 因为淘宝有个原则 淘宝有个原则 就是说越 靠近 下架时间 你的权重越高 你的权重越高 权这个东西呢 之前我也讲过 就是说你 就是说你的权力呀 你的权力呀 什么权值呀 这些东西你可以自己随便去想 反正就是说权力越大 你的宝贝排名越靠前 排名越靠前 更容易被人搜到 大概这种意思啊 所以说 呃 我们要给他分配一下上下架时间 我就这样子写下来啊 那最后呢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关联发货 这里呢 我可以让大家看一下我的店铺 我买的是什么 卖家中心 卖家中心 然后我买的是一个这个软件 这是什么 有点卡呢 哇 这摆动网盘天天在这上传的东西 好多东西啊 上传了这么多个文件 给我 给我电脑都快弄得累累趴了 用的这个自动发货 用的这个自动发货呢 它一个月是39块钱 就是说免挂机板 日线两买单 你看啊 我买的是日线两买单的 然后呢 你可以去设置这个宝贝宝贝管理 宝贝管理 然后呢 我设置卡密类型 可以批量的设置 这些批量的设置卡密类型 然后我可以设置成什么 设置成那个发货的 随便随便什么招型 反正发货的链接类 我可以设置成链接类 然后把这个链接直接拷贝进来 当然 这个东西是可以批量设置的啊 这有个批量导入功能 我们就可以把这事例文件下载下来 后面我都会一个一个 一步一步的教给大家 你如果想就关注我 继续去学 但是我不保证你能做成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 我不可能说 我教你去创业 教你去玩这个玩意儿 然后你到时候 你说不赚钱了 我怨死你了 我恨死你了 卧槽 我又没收你什么钱 对不对 在那说这些 我觉得很难受的 好 那就下一步 我们就看着这个来啊 我会教给大家 另外的话 就是说批量发货的话 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我说的百度网盘 百度网盘呢 一天能分享30个链接 那你如果是链接过多的话 你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百度会不让你分享东西了 百度会不让你分享东西 比如说 我今天就想分享一个东西 我分享一个这个 好 我点一下分享 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就这样永久 然后创建链接 对吗 就是这样子 一下就创建了 然后复制码 然后呢 然后呢 百度有规定 就是每天超过30个 他就不让你分享了 这或许不到这个链接的 知道吗 所以说是很痛苦的事啊 所以说是很痛苦的事 就远远满足不了的要求 那我怎么办呢 我也是最近在查了查资料 在那看了看啊 到底应该怎么做呀 他终于是搞懂了啊 我原来要用一个NAS NAS存储器 那存储器叫什么呢 就是网络移动网络存储 就是说我相当于把那个在家里放的一个那种百度云一样的 然后不限速 大家你来下载的时候自己下就行了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靠谱的一个事啊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系列的 货源 文件加工 数据存储 然后上架 上架又分为三大块 批量的改标题 改主图 改详情页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批量操作的 然后最后关联发货 用同样的表格导入 导入链接 分享链接 然后呢 让他们自己去下就OK了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啊 伙伴们 很简单 但是呢 呃 我还是跟大家说的是一个问题 这个东西做不做的成 得靠你自己 然后的话 我只能给大家提供的是这个方向 当然如果有大家想要我这些资料的啊 想要我这些资料 就是 我这个弄了好多啊 弄了好多 如果大家想的话就找我吧 找我 但是 但是我也先说明白啊 因为这个东西我也是去买的 我也是去买的 我不可能 呃 不可能 那个什么 可能需要一个重筹费用吧 重筹费用 我还没想好 我不可能把全部都卖给你啊 全部卖给你的话 这个就比较贵了 然后的话 我会分阶段的 呃 分东西卖给你 像这个网易 像这种东西的话啊 它都是付费客户 我们可以随便打开一个东西 你看一眼 李涛的 高手之路 我从来没有见过李涛的高手之路 有这么清晰的 李涛是谁 没有李涛就没有中国的PS 就可以这样子说 你看看 这么清晰高清晰的在教程 我是没找到的 所以说 呃 大家看吧 到时候再找我戏聊 我也去想想 琢磨琢磨这事 因为我也没搞清楚呢 这东西太多了 你要是都买的 就都买的话 我跟你说 你自己的硬盘都放不下 就有一个就一个逻辑 你自己的硬盘都放不下 还是老老实实的那个什么吧 分 分课程吧 分课程 反正我们会员 包括VIP会员 VIP会员每个月我送十节课 然后呢 每个月每个月送三节课 你随便去我的淘宝上下单 下单了 然后找我 私聊我 我直接还给你就OK 好吧 就是这种事 然后尽量的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 我们群力禁止一切的那个什么广告 OK 好 再次感谢大家对我长期以来的关注 然后如果说还没有还没有关注我的就关注我一下 然后关注我的就麻烦帮我点个赞呀 评价一下呀 感谢啊 好 拜拜